小河边,这个女孩被一旁的桃冠吸引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女孩往里一看 一个头骨赫然出现在眼前 很快,接到报案的特案组赶到现场 苏梅,特案组探员,互联网与IT达人,包展 17岁取得博士学位 拥有缜密逻辑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擅长凭借超长理性分析 与科学真理实验追寻真相 梁教授则是特案组负责人 在警界是个传奇,报案率百分之百 凡是他经手的案子,不出一个月就能结案 法医对现场出度勘察后,确定死者是名女性 从头骨上的凹陷程度来看 梁教授推测,死者被锤子锤过 看来凶手是个劳练冷酷的人 法医还在死者的骨头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痕迹 他样子不像是金属力气造成的 更像是被动物撕咬他 认为是凶手在处理尸体的时候 先利用动物来撕咬尸体上的脂肪 这样DNA证据就会少很多 依次给破案增加难度 梁教授则通过陶冠上的琴台 判断出,这里并不是第一炮尸体 小天才包战经过计算后得出 炮尸体在一座桥上 跟苏梅两人找到符合高度的桥后 看到一名鬼鬼祟祟的男子 于是苏梅便上去和他交手了一番 原来,这名男子也是特案组探员画龙 他拥有超凡的身手以及超高的智商 很快,梁教授的助理阿信 调取了当地警局的失踪人口报案记录 确定了死者的身份莫菲 年龄在20岁 而他在失踪前 一直在镇上最大的画廊学画画 他们来到莫菲的住所调查 发现门锁并没有敲动的痕迹 这说明是熟人作案 还在抽屉里发现 包装打开但并未实用的小雨伞 接着在衣柜里找到一幅画 画上的是一个男人 画廊立刻把画发给了 正在莫菲画室调查的梁教授 惊喜地发现那幅画上的男人 正是这画室中的老师麦希 看来这个麦希嫌疑很大 可就在传话麦希的时候 警方在石膠下面又发现了一具尸骨 死者是名女性 年龄在20岁左右 尸骨身上也是跟第一具尸骨一样 有很多细小的咬痕 尸骨同样是装在陶罐中 由此可以确定 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很快,警方传讯了麦希 他承认自己杀了莫菲 在一个星期前 也就是下雨那天 他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竟站在了桥上 还摔了下去 经过调查发现 原来麦希三年前患上了梦永镇 众人推测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刺激了他 同时在三年前的档案中 还查到一个叫赵千千的女孩 也曾在麦希的画廊学过画 但有段时间却离奇失踪了 更奇怪的是 在他失踪后的第四天 突然用手机给家人报了平安 所以就撤销了报警 但从此之后 他只在网上出现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包展来到麦希的仓库调查 却看到一幅诡异的画作 这是一幅双眼流血 恐怖知己的画作 麦希看到后 提出想去厕所 结果却出现了幻觉 在卫生间张牙舞找起来 等警员赶过去时 只见麦希对着一只老鼠大喊 不要杀他 麦希是看到赵千千的画像 才有那种反应 于是苏梅再次调查了赵千千 果然在他的微博评论里 发现赵千千怀过孕 于是梁教授再次审讯麦希 麦希也承认 之前的确和赵千千有过一段感情 但当时他知道赵千千怀孕后 就行摩托撞向了他 等麦希回去救人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不幸人事的赵千千竟然消失不见了 从那之后他就失去了联系 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麦希突然收到赵千千的信息 说自己要画成厉鬼来报复他 只要一到晚上 麦希就一直感觉赵千千会来找他索命 久而久之他就患上了梦游症 每天只能靠喝酒来住睡 于是天天泡酒吧 也是在那时 认识了酒吧中的阿玉 麦希发现 自从和阿玉在一起后 就没再发生恐怖的事情 可不知为什么 一段时间后 阿玉也离弃失踪了 而自己梦游去的失巧 就是他和赵千千经常约会的地方 与此同时 若妹经过技术检测 发现赵千千在微博发的照片 其实全都是三年前拍的 这个结果让特案组的组员们 一致确认 赵千千应该已经死了 是凶手故意制造 他还活着的假象 线索到这也没什么进展 于是花龙再次来到桥上 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发现一小块轮胎碎片 他倒购买人士卖戏的小舅子马流 马流也因此成为了嫌疑人 包展和苏梅立刻前去马流的住处调查 却发现他已经搬走了 但包展在马流留下的画笔上 闻到了一股射香味 立刻想到一种动物射香鼠 这鼠的品种比平常老鼠要大 而且毛能够用来制作画笔 随起他们对马流展开了抓捕 苏梅很快找到马流藏身的地方 看到他房子外面 捐用了很多射香鼠 旁边还有几个装饰体的陶罐 就在苏梅准备进房子调查时 突然接到电话 说是发现了一条新线索 此时马流则推着一个人快速离开了 苏梅发现后赶紧追捕 却运翻过铁网尸角被扭到 被马流逃走了 此时的马流 正在一间仓库里 推着赵千千走进婚姻的殿堂 难道赵千千还活着 这个男人推着美丽的新娘 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在他人眼里 坐在轮椅上的确实一去骇骨 麦西的妻子李凤看到这一切后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等花龙赶过来后 只见马流拿着刀 准备刺死李凤 好在花龙开箱将马流手中的刀击落 李凤则趁机逃跑 没想到却被堵在了死胡同里 危急时刻 李凤拿起一旁的修皮刀 插在了马流脖子上 让他领了盒饭 法医对赵千千的尸骨进行了检查 发现他并不是被撞死的 而是从高处衰落而死 并且耳朵里还有一些杀力残留 这点可以认定 他掉下去的地方肯定有杀石 同时梁教授拿出一张 李凤在三年前购买戒指的单具 众人看过后 把李凤请回了审讯室 花龙给他讲了一个关于李凤自己的故事 在卖西装赵千千那晚 他跟着丈夫出来了 目睹了他所做的一切 等丈夫离开后 李凤则趁机抬走了赵千千 但在半路上 李凤心里开始不平衡 于是就起了杀星 把赵千千从桥上推了下去 但赵千千一直抓着李凤不放 在坠下去时 把李凤的戒指拽掉了 为了能够完美掩盖这场犯罪 李凤找到脑子有问题的马流 让他帮自己搬运处理尸体 可马流将死去的赵千千 幻想成自己的妻子 而李凤利用手机 开始夹扮起赵千千 以此来吓唬麦希 本想着这样麦希就会回到自己身边 但李凤怎么都想不到 读改不了吃屎这句话是这么的真实 在赵千千之后 麦希的身边接连出现其他女孩 这让李凤变得越来越疯狂 利用赵千千的身份 在手机上给马流发信息 只是他杀了莫菲和阿玉 在仓库 也是李凤怂恿马流去杀死自己 然后制造假象杀死马流 这样一来 李凤不仅杀人灭口 而且还是震荡防卫 李凤这一季 真可谓是一石二鸟 而李凤变得这么疯狂 正是因为当初赵夫送了他一条红裙 说是结婚纪念礼物 可是没想到 麦希竟然还给那些女人们 都送了同款红裙 这下刺激到了李凤的神经 自己对丈夫这么忠诚 可到头来确实这样的结果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把那些女孩都杀死了 这时 梁教授拿出一份DNA检测报告 上面显示赵千千的孩子是马流的 而麦希是生不了孩子 之所以去找莫菲 是为了拿走那幅画 因为那幅画就是李凤和麦希相识后 李凤为他画的第一幅画 至此 案件终于结束